说到简易这款简迹软体 在华语的自媒体里面有很多人都在使用 我在之前的2023年影片简迹软体推荐的影片里面 也推荐了大家使用简易这款简迹软体 有很多人也在考虑是否要使用简易这款简迹软体 这支影片我会分析一下简易这款简迹软体它的优点还有缺点 同时会带来最新的简易专业版的新手入门教学 让你在看完这期教程之后 就能马上学会使用简易去剪辑影片 Hi 我是 Grayson 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以及网路创业的内容 如果你感兴趣这些内容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关于简易的优点 第一点就是它是完全免费的 有很多专业的影片简迹软体它们都是付费的 但是简易它是完全免费的 并且它有基本的简迹功能 对于刚起步 不想投入太多的自媒体创者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二点就是相对于那些专业的影片简迹软体来说 简易对于新手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它的技术门槛并不高 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去上手这款简迹软体 并且它的界面也是比较清晰的 第三点就是简易带有丰富的素材库 还提供给你很多影片的转场滤镜效果等等 第四个有点就是 简易可以在苹果电脑 Windows电脑 手机 平板电脑都是可以使用的 关于简易的缺点 第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 它的专业性比较差 所以它没有办法简迹出相对复杂的效果 所以很多人在通过简易去上手影片简迹之后 都会主要是使用其他专业的简迹软体 第二个缺点就是 简易它不支持外部的插件 第三个缺点就是 简易做得下来的字幕只有中文简体字体 接下来我就带你了解 简易的界面 以及它的各种基本功能 想要下来简易 你可以谷歌搜索简印 第一个就是它的管件 点击进去之后 选择专业版 这里选择立即下载 就可以下载了 现在就打开了简印 这是它的初始界面 在左边会展示给你的账户信息 本地的草稿 留意空间 还有热门的活动 在右边你可以点击这个 开始创作 以后这个功能 剪同款 这个就是会推荐给你一些模板 然后你可以剪辑成 和它们一样的短视频 在左边会有不同的分类 如果想要剪短视频 你可以去仔细看一下这个功能 接下去一个功能就是 图文成片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标题 还有输入正文 然后这里选择朗读的声音 就可以生成影片了 还有一个就是创作脚本功能 你可以用来创作你的脚本 这里通常我们选择的是 开始创作 像我进入到了简印的剪辑界面 最上面就是功能菜单 展示给你了不同的功能 待会我们会一个个讲解 这个区域就是可以导入你的资源 是资源区 例如说我可以选这个导入 我导入了这些资源 然后在左边会有预设 会有你自己的预设 还有云素材 需要你登录到你的抖音账户 接下去就是素材库 会提供给你非常多的素材 在右边这里就是播放器 你可以播放任何的影片 素材都是可以的 在右边就是草稿参数 在你没有选择任何素材的情况下 它会展示给你 你这个项目它的草稿参数 但是在你开始剪辑影片的时候 这个区域就会变成 属性调整区域 在底下就是主要的景色区域 我可以脱落素材 像是创建了一个视频轨道 在刚才的草稿参数区域 就变成了一个属性的调整区域 我可以调整我素材里面的各种属性 另外这些工作区域 我都是可以调整的 比如说我想让这个属性调整区域更大一点 我就可以往左挪让它变大 或者说我想让资源区域变小一点 我也是可以挪动的 像我来一个个介绍一下剪映的功能 首先第一个就是媒体 在刚才有简单的介绍过 大家平时最多使用的就是素材库 你可以使用里面的素材 例如说我选的这个素材 我可以先预览一下 双击 这个就是预览的效果 然后可以把它拖动到我剪映区里面 然后可以播放一下 像就会展示出这个素材 在上面有搜索栏 你可以搜索相关的关键词 例如说我搜索过年 这里就会有展示给我很多过年的素材 例如说我可以看一下这个 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把它涂录到简讯区里面 接下去一个就是音乐的素材 这里会提供给你很多音乐 但是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在YouTube影片里面 加入这些音乐 可能会遇到版权的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为了安全起见 尽量避免使用这里面的音乐 这上面也是可以让你搜索的 各位音乐这里有提供给你不同种类 还有就是影响 这里面有提供给你不同的音效供举选择 例如说我选的这个音效 如果你想选的这个音效 可以把它涂录到简讯区里面 这样这个音效就出现在音频的轨道 关于轨道 解决软体里面通常都有视频轨道 还有音频轨道 如果有这个标志 就代表就是视频轨道 如果有这个音乐的标志 就代表是音频轨道 过来一个就是锁定轨道 你可以锁定这个轨道 那么这个轨道就不能被移动了 第三个就是隐藏轨道 如果你隐藏这个轨道了 这个轨道上面的内容是不能够被看到的 最后一个就是关闭原声 如果这个轨道里面有音频 有声音 那么现在这个轨道里面是听不到声音的 第三个功能就是文本 这里面有个默认文本 当我们拖入到简讯区里面之后 就可以生成一个文字 你可以修改里面的文字信息 在右边可以更改一些相关的属性 例如说更改字体 例如说选了这个字体 然后可以把它调大调小 这里面可以更改文字的样式 例如说加粗 加个下横线 或者斜体 然后可以调整一下文字的颜色 同时在底下有提供一些预示的样式 例如说我选了这个样式 像的文字就变成了这个样式 底下可以调节一下指间距 以及行间距 也可以调整一下对齐的样式 在底下下来就可以调整一下位置的属性 比如说缩放 也调整一下它左右的位置 例如当我调整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的文字就要往右移 也可以调整它的旋转角度 这样子文字就旋转了 底下就是混合属性 可以调整它的普通明度 也可以给文字增加个描边 这里可以调整一下粗细 可以调整一下颜色 像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绿色的描边了 然后这里可以调整一下背景相关的属性 之后可以增加一下阴影 像我的文字就增加了阴影 这之后如果你觉得 这个文字的效果比较不错 你可以选这个保存遗色 之后就可以一直使用了 非常的方便 在底下会是花字 除以这些VIP的字型 其他的都是可以让你免费的使用的 例如说我选了这文字 像我画面里面就新增加了这字型 这左边也会有不同的分类 接下去就是文字的模板 这里会有很多提前设计好的文字模板 例如说我选了这个 在双击之后 右边可以更改这文字模板属性 我可以更改它的信息 底下的文字信息都是可以改变的 接下来一个很有用的功能就是 简印可以识别字幕 并且帮你生成字幕的文件 例如现在我导入一个我在说话的影片素材 我点击这个开识别 现在简印就帮我生成了我的字幕 在右边可以调整文字的属性 你可以修改字幕里面拒绝信息 在左边字幕选项底下 你可以查看一下具体的字幕 你可以双击进去修改 或这里新增字幕 你可以删除掉这行字幕 这会还要介绍一下文字的动画效果 在右边属性区里面可以选择动画 这个学校里面有提供给你非常多文字动画的效果 例如说选这个左上弹入 现在就可以看到这文字有个左上弹入的效果 这是入场的时候 也可以选择出场的时候 再加入一个效果 例如说逐字虚影的效果 这里同时还介绍一个影片剪辑功能 如果你觉得你想看一下更清楚的细节 你可以点击这个时间线放大 就可以让你看清更清楚的细节 然后可以播放一下去看一下文字的效果 就可以看到刚才那个文字有两种效果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循环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例如我喜欢这个吹泡泡的文字效果 这个功能就是可以让你一直循环这个文字效果 还有关于文字的功能就是朗读的效果 在简易里面可以让你通过不同的人生去朗读你的文字 例如说这个广西表哥的口音 他就根据他的口音去朗读你的文字 接下来功能就是贴纸 可以加入不同贴纸到你画面里面 例如说我加入这个点关注的贴纸 像我的画面里面就新增了一个点关注的贴纸 再下一个功能就是特效效果 会有画面特效还有人物特效 首先对于画面特效来说 我可以选择这个动感模糊 就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就有个动感模糊的效果了 或者我可以选择这种胶片效果 这样我的画面就有种胶片的效果了 对于人物特效来说也有很多种类 例如可以看一下这个热力光谱 像我这个人物旁边就有一圈这样的效果了 或者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极限环绕 又会有种这样的效果 接下来一个就是转场效果 转场就是在两个素材片段之间衔接过度的一种效果 例如我选的这个翻页的效果 把它添加到这两个影片之间 我可以来播放一下 现在就有一个翻页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它速度太快了 所以可以在右边调整一下它时长 把它调整长一点 例如两秒 这时候再播放一下 现在这转场就慢了很多 接下来就是滤镜的效果 滤镜的功能就是可以快速覆盖在画面上面 去达成不一样的效果 例如说选这个Infin 添加到这个画面里面 就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就变成不一样的效果了 我可以选关闭 这是我之前的效果 打开之后就变成了Infin的效果了 右边也可以调整一下一些属性 例如说强度 可以调淡一点 左边也会有不同的分类 例如说美式的滤镜 夜景的滤镜 以及关于人像的滤镜 再往右就是调节功能 你可以添加你自己的预设或者是LUT LUT就是你的颜色预设 最后一个功能就是模板功能 这里会提供给你很多热门的模板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素材去套用这些模板 在底下也会有素材包去供你选择 比如说选了这个素材包 就会看到有这样的效果 在左边播放器里面 这里会有两个时间 第一个时间就是你时间轴移动到素材上面的时间 第二个时间就是你素材里面包含的总长时间 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播放素材 这个按钮可以让你扩大缩小素材 这个选择就是可以让你改变素材的长环比 这里会有不同的自媒体平台相关的长环比 例如说我喜欢抖音的 现在就变成了书版的格式 这个功能就是扩大整个画面 就变成了全屏了 这个功能主要是用来预览的影片 大家看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你能为这部影片点个赞 感谢你对我支持 在底下也会有一些功能 第二个功能就是录音 你可以直接开启这个功能去开始录音 第二个功能就是主轨磁吸 比如说现在这个功能是打开的 我可以挪动这个素材 你可以看到 我挪开之后 这个素材是自动吸附到之前的这个素材的 我可以关闭一下 当我再次挪开 就可以看到它不会吸附到这之前的素材里面了 第三个功能就是自动吸附 像这个功能是自动打开的 当我挪动我的时间轴 到素材的70点的时候 它会自动吸附到它的70点 同样的移动到末尾的时候 实验轴是自动吸附到末尾的 如果关闭这选项 我实验轴是不会被吸附到这上面的 再往右是联动的功能 这个功能是比较高级的功能 对于新手来说是比较少用到的 所以我就不在这个新手的教程里面 给大家做过多的解释了 这边就是预览轴的功能 我可以打开看一下 在打开之后就有个轴 随着鼠标进行移动 我可以预览我的素材 在这边这个功能就是之前讲过的 可以扩大缩小我们的时间轴 加号就是扩大 减号就是缩小 在左边也有一些功能 我可以选择分割 这个时候我的鼠标就变成一个分割的标志 我可以点击一下 就把我的素材分割成两段 在这里再点击一下 又可以分割这边的素材 如果要选择相关的素材 可以使用快点键A 就可以选择我想要的素材了 如果需要切换回分割的功能 可以按住快点键B 像我就可以分割的素材了 再往右选择标志 可以返回三个操作 这个就是恢复之前的操作 这个也是分割的功能 这个就是删除 我可以选择删除这个素材 接下来就是倒放的功能 可以实现画面倒放的效果 这个就是镜像的效果 例如说我现在的画面是这样的 我可以选择镜像一下 就变成这样的效果了 接下来一个功能就是旋转 每按一次就旋转90度 现在是180度效果 再旋转一次270度 再点击一次 就回到刚才的360度效果了 最后功能就是裁切 这里有个裁切框 可以挪动 选择你想要的效果 或者是说你可以选择裁切的比例 这里会有固定的比例功能选择 可以选择确定 在剪辑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不止有一个轨道 比如说我再新增一个轨道 把它放到这层轨道上面 那我在上一层的轨道 它的画面是会盖住下一层轨道 它的画面的 例如在这里 只会展示出 我上一层轨道 这个人在跑步的画面 然后这是音乐文件 我可以投动到音频轨道里面 像我加入了一首音乐 我可以调整它时长 我可以挪动它的尾部 和画面同样的时长 我们也可以调节一下音频的属性 例如说调节音量 也可以调节淡路淡出的时长 淡路指的就是 音乐会缓缓的进入 例如说我可以在影片开头 调节一下音乐淡路的时长 例如说两秒 可以播放一下 这个时候就可以听到 我的音乐是慢慢进入的 在结尾的时候 也可以调节一下 音乐淡出的时长 可以播放一下 现在可以听到 我的音乐就是慢慢淡出的 然后也可以选择对音频经浆草 还有一个音频功能就是可以变声 例如说我导入一个我在说话的影片 我可以开启这个选项 这里会有不同的变声格式 例如说我选了这个电音格式 我们可以听一下 我就不断的研究 还有观察 就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加入了电音 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这里可以调节这个效果的强弱 还有个功能就是调节颜色 这里可以调节不同色态属性 对于可以调节色纹 往左就是越冷 往右就是越暖 也可以调节色调饱和度 以及明度的属性 以及一些颜色的效果 在右边是HSL基础 可以调节画面的色相 饱和度以及亮度 这里可以调节曲线属性 你可以挪动这属性 会有不同的效果 最后就是色轮 你可以更精细的调节一些颜色的属性 在你制作完影片之后 你可以选择这个导出 这里可以更改作品名称 然后影片保存的位置 以及影片导出的属性 也可以单独导出音频 导出字幕 随了确定之后就可以导出了 像你学会了 如果喜欢剪映去剪辑影片了 我想知道我在2023年 推荐了其他几款剪映软体 可以去刷这期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一个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的内容 追踪我的IG 可以和我有更多互动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